講一下這次的新專輯想要表達的東西 就是想要表達一個最真實的秋風澤 然後我覺得第一張專輯不是說不屬於我 但是我希望這次可以更明確地寫出我自己要的風格 然後音樂類型都是比較我喜歡的 就是我在作曲的過程中 都是會比較自然的狀態去寫的一些歌曲 然後像我剛剛在記者會所說的 主要是先滿足我自己 然後所以這次的歌曲會稍微比較暗一點 走一個比較有個性 然後比較濃烈的搖滾曲風 當然也沒有忽略就是剛剛你們聽到的情歌 《分開的學問》這一塊 我覺得情歌永遠都會存在 也算是我的也非常愛寫 也算是比較熟悉的一種作曲法 作歌的一種類型這樣子 那就剛剛像我說的就是 我覺得專輯是像一個日記啦 然後這兩個年就是經過一些比較兒子低落的時候 然後把那些真實的情感放在這些歌曲當中 所以我希望如果今天 大家也知道其實唱片也是不好做 如果要回本來之類是非常難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走上來跟我說 他被我的專輯所感染了 然後可能甚至聽到我的歌曲 流了幾滴眼淚 我覺得這樣子我就算是成功 那在拍MV的 拍MV的裡面好像也是有很多你的想法 對 像是那個棺材啊 對這次MV的那個故事的討論 聽說為了這個專輯在台灣 Lone Stay兩年為什麼選擇台灣 我覺得台灣就是華語流行音樂的一個 指標性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本身很喜歡這裡 然後我覺得在這裡也出產了非常多出色的歌手 所以我如果能在這裡受到大家的肯定的話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那在台灣有沒有看乃哥的節目 有啊 之前也是有上過幾次 然後天才那個衝衝衝我也是會看 然後我覺得有機會我想要上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是蠻愛玩遊戲的啦 下個班就來 下個班就來 那你家有沒有什麼勉勵的話想要跟就是 對啊 我其實來講這個現在演藝事業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好像個人的形象一開始 大家一定要規規矩矩的啊 就是很 就是照以前的那種所謂的 Idle啊 偶像歌手那種去做的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講說 其實歌手是朝實力的方面去的 而且自己要多元化的 多角化的經營 所以我說要放開來 這個任何東西都會嘗試 只要有機會能夠展露頭角的 盡量放開去做 嗯 那剛剛有說到就是 就是你這首專輯就是像協定的幾樣 嗯 那有準備好遇見就是真命天才會做的 嗯沒有說準備好 反正尤其是在這期間我覺得是順其自然 因為我目前宣傳應該會一直持續到年底吧 會跑很多活動 所以嗯 在那方面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那有會跟歌迷互動的一些活動嗎 對我其實蠻像我的 因為其實10月30日是我的生日 我希望可能到時候可以算是舉一個小小的聚會 因為我從第三專輯其實 嗯有些歌迷一直在關注我 然後我也其實對他們有點抱歉 就是說很久沒有跟他們聚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到時候稍微有點活動這樣的 比如說可能吃個飯啊或者 我不知道可能唱卡拉OK 我不知道可能啊 之前第一張專輯我們有做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還蠻好玩的 嗯 所以我們這次的專輯有一首就叫分開的學問嘛 那想問一下你覺得分開的學問是什麼 嗯 給錢哦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或有車子或有房子 就像歌詞裡所說的啦 就是我覺得祝福對方 我覺得以對方的那個 呃角度去思考 如果他是真正在祝福對方能得到快樂 當他快樂的時候我相信也會 心裡會很欣慰吧 嗯 那手的MV是不是跟女主角有拍一些 內床戲的 是導演親自幫你加的嗎 你說分開的學問對吧 對 對其實之前看劇本是沒有這樣子的安排 然後導演臨時他想要 嗯表現出一個情侶真實的生活裡面 會會有一些的這些的互動 所以嗯在分開的學問的MV算是在之前的MV當中 這個算是比較親密一點的 嗯但我覺得呃拍出來的效果 我還真的蠻喜歡 就覺得可以很很正確的描述那種感情的不同 不同階段 嗯 就有一種突破的 那會不會想要再更多一個 就不要練習心的東西 突破我我其實我在MV我沒有想太多 我是想要在作曲上突破啦 然後希望可以寫出更更多更經典的歌曲這樣子